所以消費者在意的跟實體通路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跟消費者溝通的技巧有了一些的改變 那當然 相中有尺寸的東西呢 我們會在網路甚至網路只是一張圖 尺寸G1XMU L 可是網路會做得更貼心一點 讓消費者比較好去量他的尺寸來決定這間商品 另外一個我想跟衣服差不多 可是為什麼要再重複介紹一次呢 主要是這個G1X是非常成功的一個製創品牌 G1X其實是一個人的名字 就是那個老闆的女人 這家老闆本來在彰化的幫別人代工 鋁鞋的一個廠商 那因為在五六年前 我想其實不只五六年 大概十年前就已經很多創作產業移到越南或大陸 那所以他的在台灣的工廠的生意其實越來越差 那第二代呢就想到要自創品牌 所以就以他的英文名字 G1X為名創了這個品牌 那這樣的牌子呢 他現在一個月在雅務購物中心營業額超過兩千萬 他全台灣就這個點 比把握公司很多知名的品牌業績還高 那我們把時光推了五年前 他剛創業的時候 他可以選擇去哪 他也可以選擇去保護公司進張櫃 可是我可以想像到的 保護公司就問他 你這牌子哪裡來的啊 哪一國的台灣喔 台灣 有沒有要打廣告啊 問了幾句話 我想大概一般的雙小規模廠商要進櫃 是很難的 OK 當然 他也可以選擇不要去進保護公司 選擇台北的士林夜市 台中的逢甲夜市 人潮也很多 可是呢 他現在一雙鞋子 平均售價都在一千八百塊 我相信他如果在夜市 他沒辦法去經營一個一千八百塊的牌子 他可能現在賣的應該是一雙二九九吧 還得把鞋子放在頭上面 拿一個小蜜蜂 不是說這樣不好 而是他就沒有辦法去創造一個 裝櫃質感的一個品牌 那我想表達的是說 網路提供了一個 我不敢講成功機率特別高 但是進入障礙 至少是比實體通路來的特別低 的一個新型態的一個通路 OK 那一樣 他會有很多角度 同樣這雙鞋 正面拍左邊拍前面拍 當然 網路的辣妹還是要出來了 這是不可少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不敢講他是 小排或白排 因為他去年的代言人是許若萱 今年代言人是日本名模Lina 他已經是台灣也是前幾大的一個 你鞋的一個品牌了 那另外這個包包的牌子 我想表達的只是說 跟上面有個不一樣 當然那個美麗的名模還是出來 但是這也是網路另外一個貼心的地方 剛才幾個畫面都很柔性很女性化 可是呢 男性朋友有沒有發現這張圖你比較熟悉的 就像汽車目錄的規格表 這台車有沒有安全氣囊 有沒有空調 所以呢 他這個牌子把他所有的包包都用一個表格 讓你很清楚可以看到這個包包有沒有內袋 有幾個內袋等等的 所以這個也是很貼心 讓網友更清楚去感受到這個商品 那因為時間有限我就快一點 最後一頁我會提到一下就是說 為什麼要跟我們這樣的平台業者合作 當然不一定是雅務也跟其他好的平台 主要是過往你如果要自己做網路購物呢 除了你可以自建個網站 自建網站不難 花個幾萬塊當然要看那個 反而是art的貴或便宜 到幾百萬你就可以去建一個網站 可是這個網站到你能夠販售呢 你還要第一個除非你的商品很少 你可以用HTML 就JPEG一個一個做 再把它割成HTML 否則你必須要一個上架系統 另外呢 你跟網友去溝通 最比較經濟划算的管道就是用EDM 所以你要一個EDM發送機制 那你要去研究消費者的動線 就像實體 賣場也有什麼動線因素問題 當然還要自購購物車的金流串接 那金流還有包括你的風險問題 當然還有包括現在很重視的資安機制 你的整個網站 是不是能夠把消費你的客人的消費者資訊呢 能夠妥善安全的保管 當然更重要還有安全機制 安全跟治安不一樣 今年最有名的安全的例子就是 這有電腦我想大概應該都知道 標錯一個價一天可以賣掉十幾億的一個商品 那依我們的機制 我不敢講說不會標錯價 因為標價的是人 只要是人 就有可能疏失 但是我們有把握可以讓每一筆疏失 壓在幾千塊幾百塊甚至了不起幾萬塊的一個損失 不可能就產生一個無限量供應的一個賣場 當然這也是我們這幾年 長期做電子商務的一些經營的一些know how 包括一些促銷機制 有的機制還不夠 你還有基本的流量 即使你不能把這個店開得很漂亮 可是你是開在一個偏僻的山上也沒有用 然後有流量以後 你可能要花很多錢去買廣告 你還要在於我怎麼樣的廣告內容跟飯出去 去介紹我的商品 但是你可以初期你可以透過跟平台業者的合作 把這些事情都交給類似一樣我們的扮演的角色來做 你只要專心在你的產品 跟你的產品的辦處的內容上面專心去經營就可以了 那當然消費者不只是剛才前面提到的 還包括物流服務金流服務 還有售後客服 那我想讓消費者信任才能去繼續的一個回購 那怎麼樣推銷自己網路商城 讓我們有些案例 那會後其實今天時間不多 那也很歡迎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以後也可以打個電話給我 我們其他有很多成功案例 包括怎麼樣上平台業者 上網路廣告 尤其呢現在的部落格大部分都是免費的 可是對消費者又很有影響力 怎麼樣應用部落格可以去做口碑行銷 怎麼樣可以針對你的會員長期會員的一個生根 那這都可以來運作的 所以呢整個新市場 其實網路真的是一個新的市場 那所謂的新的市場不是說這一群人 是來自於新開發的一個國家 所以是新的一群人 人沒有變都是台灣的2300萬的消費者 可是因為玩這一個市場新的機制的手法 跟過往不一樣 所以過往很多實體成功的商店 譬如說他開量販店很厲害 他開藥妝店很厲害 可是那個knowhow都來自於實體商店的經營 他對網路也是從零開始 可是相對的 你過往在實體通路可能是落後的 到了這裡 從現在開始 其實大家都是從零分開始增加 譬如說舉例 你在實體 當你要去迎戰一個臨鎖通路 你落一家店的時候呢 你就很吃力嘛 譬如說他已經有十家超市 你現在才開一家 你想要跟他競爭那很難 為什麼 他光採購量就比你高十倍 所以他取得的貨源的成本可能就比你高 所以在實體講究經濟效益的情況下 你每一樣的資源就都會出差 可是到了網路 其實你可以重新開始